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美国的奇幻电影 《鞋匠人生》 故事发生在一个平凡的修鞋匠男主身上 男主经营着一家祖传的鞋店 对于生活他没有什么大志向 况且家里还有个老年时代的母亲等着他照顾 这天黑哥来到男主的鞋店 他拿出一双高档皮鞋 让男主修补 并告诉男主大阳间自己一定来取 男主修鞋修到一半 机器突然坏了 没办法他只好拿出祖传的旧机器 来修补皮鞋 好不容易修好了鞋 可男主怎么也等不到黑哥 无聊的他是穿起了黑哥的皮鞋 这一世可了不得了 男主居然变成了黑哥的样子 原来那台祖传修鞋机 竟是一台有魔法的机器 只要穿上被他修过的鞋子 就能变成鞋子主人的样子 兴奋的男主立刻用机器修起了鞋 一下变成老人 一下变成黑人 弯得不亦乐乎 这回可好了 用着别人的相貌 男主可以尽情地吃把网餐 还可以调戏别人的女朋友 当然了 上床是不行的 毕竟脱了鞋 就被打回原形了嘛 男主的母亲有个愿望 就是和他失踪的父亲 共进一顿晚餐 利用修鞋机的魔力 男主完成了母亲的心愿 带着这段记忆 母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后 男主情绪变得很低落 刚巧这时 黑哥来取鞋子了 他将男主去世的母亲 嘲讽了一番 这让男主很生气 暗下决心 要报复他 他背上一大包鞋子 不停变换身份 跟踪黑哥 终于摸清了黑哥家的地址 趁着黑哥不在 他穿上黑哥的鞋子 以黑哥的外表 潜入了他的家 他本想偷走黑哥的奢侈品 以示惩罚 却不想刚好撞上了黑哥本人 黑哥一脸懵逼 随即对男主展开了攻击 混乱中 男主用电棒 击运了黑哥 还从黑哥口中 得知了他藏名表的地方 黑哥的手下 来通知黑哥去收钱 一听说收到的钱 有五万美金 男主立刻以黑哥的身份 跟手下出发了 给钱的是一个黑心的地产商 他想暴力拿下 男主鞋垫所在街道的地址 男主接过钱 答应下来 反正答应的是黑哥 拿钱的是我 何乐而不为呢 可男主还没开心多久 就被黑哥给埋伏了 情急之下 男主用高跟鞋 杀死了黑哥 这下口腕脱了 受不了内心的谴责 男主决定自首 当他带着警察回到案发现场时 却发现黑哥的尸体不见了 他偷的名表和那些能变身的鞋子 从案发现场 转移到了他的鞋垫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男主决定 把这些不义之财还回去 却遭到了隔壁老板老王的劝阻 老王是男主父亲的朋友 这么多年一直很照顾男主 他告诉男主 男主的父亲在失踪前 也是跟男主一样 中天行色冲冲 因为跟坏人结下了两字 所以他不得不离家 他怕男主重蹈父亲的负责 但男主心意已决 这沾血的钱他不能拿 他换的鞋子 变成另一个模样 把钱还给了地产商 但地产商哪里允许 自己设黑的内幕 被一个不相干的人知道 生死关头 男主集中生智 穿上了一双死人的鞋子 猙獰的模样 把地产商的手下 吓得魂飞魄散 男主也趁乱逃了跑 为了揭露地产商的阴谋 男主利用鞋子的变身能力 不断变换着身份 把地产商骗得团团转 最终男主用计 让地产商在媒体的面前 说出了自己的犯罪经历 地产商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男主便卖了黑哥的表 把获得的钱 给了黑哥的前女友 但返回途中 却被黑哥的仇家给抓了 本以为这回死定了 没想到 途中突然发生了车祸 再次醒来 男主发现 自己居然出现在了老王的店里 老王脱下鞋子 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老王就是男主的父亲 这些年 他一直在男主身边 默默守护着他 黑哥的事也是他处理的 他告诉男主 其实自己是个富豪 在全国都有产业 当然了 这些产业 现在也属于男主了 这个故事 其实和灰姑娘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穿上鞋子 就能体验另一种人生 要你也有这一台修鞋机 你最想穿上谁的鞋呢 以上就是本期老跑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跑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